把握时间回答问题 有个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留言信箱留言了 他说他今年的公司呢 是2019年他才开公司的哦 然后PPP1呢 他只拿到这么一点点而已 那听说呢 第二轮的这个PPP2哦 可以按照2020年的薪雪来计算 那他想知道说这是真的吗 因为呢 他的这个冬季收入呢 只有比2019年少20% 他听人家讲说PPP2也要少25%才OK哦 那这样子应该怎么申请怎么办呢 可不可以请一个会计师来解答 那当然啦 我们三宝店就是 会计师都有为大家准备好哦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 这是我们Kevin Yeh 我们的叶旭敏 叶旭敏会计师 叶旭敏你好 Semi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可以跟我们解说一下吗 刚才这个问题还有关PPP2的问题哦 那就像你刚才讲 就是他现在有关那个销售 这个减少的部分 你必须要至少达到25% OK 他25%的比方 他是用2019跟2020年每一个季度 你叫任何一个季度 有达到这个标准就可能了 那刚才各位听众 他说他公司是2019年才开的 那有可能第二季度才开的 那因为当中没有第一季度的记录了 所以但是你还是必须要用 任何一个季度 2020年的 比如说第一到第四季度 跟你2019年的这个你存在的这个季度 来做一个比较 那至少你要有个基础要达到这个标准 才要达到这个资格 那除了这个有关这个25%减免之外 那大概讲说是不是可以用2020年的这个薪资了 那如果开的25%会强 那这个PPP2它现在是允许你可以选择用19年 或者是2020年的平均月薪来计算 我们可以贷款的金额 所以说但我们会选择比较大的 如果说这个25%那个符合之后 那我们当然就选择说就是如果2020年的 其实是比较高的 我们就2020年平均月薪来算 可以带到的这个PPP2的金额这样子 嗯好的 所以像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 因为它和算法真的很不一样 而且这个少于25%少于20%这个东西 一般人应该听完以后真的也不太清楚 我们到时候再请我们的这个Kevin Yeh 我们的这个Yeh旭敏 真的我觉得好多会计师都叫Kevin Yeh 都叫Kevin的好多 所以大家很容易搞不清楚 那再麻烦我们的Yeh会计师 如果你有空的话 帮我们写一小小篇的关于这个PPP2的这个情况 这样子我们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看清楚一点 那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那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网站上